嗨,我是麦达伦,可以叫我McDellin,有句话是这样说的,M,the most powerful letter in the world,M,世界上最强的字母,有谁强过我的MyV,不过我听大师兄说,宝马的M引擎也很强,会打轮,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宝马M引擎的打轮的进化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我们要分享的是宝马M车系引擎的发展。 宝马的M家族里面有非常多的成员,如M2,M3,M4,M5等等。 他们搭载的是强悍的S系列引擎,除了最入门的M2采用M55引擎之外,竞技版的M2 Competition都采用S系列引擎,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带大家看看这些经典引擎有哪些。 1972年宝马为了参加赛车赛事组建了M部门,而第一具真正E1M引擎是1978年M1上面的M88直列6缸引擎,排气量3.5公升。 那个时候的M1是宝马为了参加Group4级别赛事才开发出来的。 在M1普通版本上M88引擎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77HP,0-100的加速只需要5.8秒。 至于赛车版的M1马力更是达到470HP,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公里。 不过由于只是为了达到参赛指定的量产数额而打造,所以M1生产的数量比较少。 只生产了456辆就停产,所以一些年轻的宝马车迷可能不知道这款M1跑车的存在。 1983年的第一代124M635 CSI以及1984年的第一代128M5继续采用了M88引擎。 其中128M5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82HP。 时速0-100的加速6.2秒。 就算在这个年代很多的性能车都未必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宝马M部门和直列6缸引擎就这样打响了名堂。 另外美国版本的128M5也换了另外一具直列6缸的引擎S38。 这个引擎也成为了下一代M5的心脏。 只是比起M88引擎的话马力略微低一些,为256HP。 而美国版的128M5也开始了M车款使用S系列引擎的传统。 1988年第二代的E34M5上面,宝马统一采用S38引擎, 不过经过升级,排气量提升到了3.6公升, 马力为311HP,时速0-100只需要6.3秒。 在1991年宝马继续针对S38引擎进行升级,排气量扩展到3.8公升, 马力也提升到335HP,所以采用这个版本引擎的E34M5时速0-100只需要5.7秒。 1986年在M5获得成功之后,宝马也基于3系列推出了性能版的第一代E30M3。 不过因为车身比较小和M88引擎太大,为了保持50比50的车身比重, 所以第一代的E30M3采用的引擎是S38的缩小版S14引擎。 S14引擎是直列四缸引擎形式,排气量为2.3公升。 E30M3的诞生是为了参加Group A的赛事,因为要参加这个赛事参赛车款最少要生产4000辆。 可是宝马没有想到的是E30M3登场之后变成了当时最畅销的运动房车, 因为宝马当初生产E30M3是为了符合赛事的参赛资格。 宝马没有想到E30M3推出之后市场会那么喜欢这款车, 也因此之后E30M3推出了很多特别版和加强版。 包括了阔缸乘2.5公升引擎的版本, 马力从一开始的E89HP提升到后期的235HP, 让M3从此成为了宝马性能车的灵魂。 1992年宝马推出了第二代的E36M3, 在E36M3上面也采用了直列六缸的引擎。 这具引擎代号是S50B30, 排气量3.0公升,最大马力240HP。 在1995年的时候宝马又针对这具引擎进行升级, 排气量扩钢到3.2公升。 最大马力更是提升到了320HP, 不过引擎的代号更改成了S50B32。 虽然直列六缸引擎在E28M5就已经受到大家欢迎。 但是E36M3上面采用的S54引擎每一公升的排气量平均可以产生超过100HP的马力。 在当时很少有引擎可以做得到, 所以才会让宝马车迷更为直列六缸引擎而疯狂。 同时在E36M3的引擎上也首次采用宝马的Venos可变气门正式技术。 造就了S50引擎有那么出色的马力。 所以在E36M3之后直列六缸引擎几乎变成了宝马车款必备的动力配置。 同样的在1992年, 宝马提供了一具名为S70的V12引擎给超跑制造商麦凯伦。 而麦凯伦也将这具引擎使用在麦凯伦F1这辆超级跑车上。 S70引擎的排气量为6.1公升,最大马力618HP。 而且拥有当时宝马车款不多见的双Venos技术。 而麦凯伦F1也是少数采用宝马M部门引擎的非宝马车款。 除了麦凯伦之外,宝马自己旗下的一些赛车, 例如V12LM以及V12LMR都是采用了这个引擎作为赛车的心脏。 不过除此之外几乎没有量产车型在采用这一具引擎。 因此S70可以说是专门为赛车以及超跑打造的。 1997年宝马也在Z3M Coupe还有Z3M Roaster上面采用了与第二代E36M3一样的引擎。 而在北美则是采用了另外一款叫做S52的引擎。 最大马力为241HP以及316HP。 之后在Z3M Coupe还有Z3M Roaster上宝马还升级了他们的引擎。 新的引擎代号为S54,排气量还是一样的3.2公升。 最大马力也维持在320HP。 1998年宝马发布了第三代的E39M5。 这一次E39M5不再使用直列六缸引擎,而是升级到了V8的引擎。 引擎代号为S62,排气量是惊人的4.9公升。 最大马力394HP,0到100只需要4.8秒。 S62引擎可以说是当时M5家族里有史以来排气量最大的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在E36M3身上的Venos可变气门证实技术在E39M5的S62引擎上升级到了双Venos技术。 所以在引擎的进气口还有排气口都有可变气门证实技术。 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Venos技术在宝马的车款上大量普及。 2000年推出的第三代E46M3上面采用了S54直列六缸引擎。 排气量一样是在3.2公升。 另外宝马Z4M Roaster和Z4M Coupe也同样采用了这具引擎。 不过因为进入2000年之后全世界的废弃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 所以宝马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在不同国家使用不一样的调教。 在一般市场的E46M3最大马力为338HP,而北美市场的只有333HP。 2001年宝马也为E46M3推出了一个叫做GTR的版本。 这个版本也是M3首次采用V8的引擎。 这具引擎代号P60,而且引擎的压缩比还达到了14.0比1。 这个版本是为了让M3参加美国利曼系列赛而开发的。 最终马力也是当时M3有史以来最高的444HP。 2005年第四代的E60M5上面。 宝马首次采用了融合邵博宝马第一方程式赛车技术的S85引擎。 这具引擎是V10气缸自然进气引擎,它也是宝马唯一的V10气缸引擎。 同时也是M5有史以来采用最多气缸的引擎。 排气量为5公升,最大马力500HP。 平均一公升排气量可以产生100HP。 另外,因为第一方程式赛车技术受贿的也不只是E60M5。 2007年的E90M3的S65引擎也是基于S85引擎打造。 不过气缸和排气量都减少了。 这具引擎的排气量是4公升的V8引擎, 在M3上的引擎最大马力达到了414HP。 不过这个也是M3最后一次使用八缸引擎了。 在一开始的E90M3上面时速0到100只需要4.6秒。 在后期宝马还为这具引擎扩钢到4.4公升。 最大马力提升到了417HP。 在1980年代到2010年之间, 宝马采用了大排气量制造出马力强大的引擎。 让消费者可以在房车上面享受到和跑车一样的性能。 尤其是宝马的直列6缸引擎更是成为了经典。 就算是现在还是很多人期待宝马的新直列6缸引擎。 不过因为汽车开发成本的提升加上全球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 如果宝马继续用大排气量的自然进气引擎来制造M车款的话很难通过欧规排放标准。 因此在E90M3还有E60M5之后宝马再也没有使用自然进气引擎了。 而是改用到现在还是主流的涡轮增压引擎。 2009年开启了宝马M家族的涡轮时代。 E70X5M和E71X6M上面我们首次看到了排气量4.4公升代号为S63的V8双涡轮增压引擎。 这也是宝马第一次在M车款上面使用涡轮引擎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接下来的F10M5、F90M5、M6以及之后的大改款X5M、X6M还有M8等等都是采用这具引擎。 不过宝马还是有针对引擎的硬件和软件做出升级以符合最新的排放法规。 而它的马力也从一开始的547HP提升到617HP。 虽然说我们再也看不到E60M5年代的V10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现在的小排气量引擎却有更好的动力表现。 至于在车型比较小的M家族成员上,宝马则是采用了3.0公升的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引擎。 如2014年第四代F80M3和F82M4以及2018年的F87M2 Competition等车款采用的是代号S55的引擎。 马力介于275HP到493HP之间。 虽然排气量小了但是马力更为惊人。 而且也因为排气量降低的关系。 我们终于再一次看到M3上面有直列六缸引擎了。 2019年,宝马推出了全新的S58直列六缸引擎,排气量一样为3.0公升。 并且率先使用在新一代的G01X3M以及G02X4M上面。 相信未来新一代的M3以及M4都会采用这具新的引擎。 这具引擎采用了一些先进的科技,例如3D打印技术来制造一些引擎的零件。 它的普通版马力达到480HP,高功率版本为510HP。 可以说是宝马有史以来最强的3公升值6引擎了。 除了民用的跑车销量出色之外,宝马M原本就是为了参加赛车赛事而打造的。 因此宝马M车款载不少的赛事都有亮眼的成绩。 例如德国防车大师赛,宝马M部门就先后于2012年、2014年还有2016年获得了冠军。 得奖的车款分别是M3还有M4。 除了在德国本土,宝马M车款也参加了英国防车大奖赛。 在英国防车大奖赛宝马的成绩更加出色。 从2016年开始宝马的车款已经是四连罢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防车大奖赛并不是宝马M部门去参赛。 而是其他的车队使用宝马M车款参加的。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宝马M引擎历史回顾。 大家是不是M家族的粉丝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